各位網友 大家好 歡迎到我們正向報的時間 首先這裡有我們陸幕的社長雷敏汪 大家好 還有這個雙侵 第一個就沒有 細黑阿川阿侵 這個義德台仰 大家好 還有這個黑超侵 各位網友好 還有我家不敢露樣的家產生的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記得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鐘 有新片匯豐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大台 邦向編輯部三台西冷氣那裡點贊分享和訂閱 多謝大家 好了這一節就想講一下中國火發生的事 大家都知道第二波打到來了 現在全北京城好像很恐慌 不行啊 怎樣怎樣 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跟大家否釋一下 社長你好像收到一個tweet 剛剛有一次節目也說過了 收到一個短訊 因為我內地的手機電話號碼是北京的 這個短訊就這樣說了 根據疫情防控要求 北京市將對5月30日以來到北京新發地農貿批發市場 或與市場銷售人員有密切接觸的人員展開核酸檢測 以社區為單位進行篩檢 做到應檢盡檢、遠檢盡檢 請上述人員主動向工作單位和社區報告並進行核酸檢測 及健康監測 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已經在其官網上公佈了 全市98間具備核酸檢測能力的機構 為了你和大家的健康 請主動配合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 主動接受健康西查 北京市防控辦就是這樣說的 現在當然有些地區風險就升級了 高風險地區是哪幾個呢? 就是風台區的花香 疫情風險等級就升到高風險 風台區太平橋街道、盧溝橋街道就升到中風險地區 大興區高米店街道、西洪門鎮 和臨校路街道就升到中風險地區 還有西城區的金融街街道都升到中風險地區 還有的 昨天已經升到有幾個地方 風台區、西羅園街道、花香地區 西城區、月潭街道、房山區、長陽鎮 都升到中風險地區的 那這些全部都很容易查的 因為是有一個小程序的 就叫做國務院疫情風險等級查詢客戶端 那它有一個小程序的 那大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地方 就是如果在國內的話 就當然可以查一下自己的地方 那個疫情風險是什麼級別 那現在北京就有些地方 有一個地方就升了做高風險 有其他地方就升了做中風險 那這個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那還有北京現在那個餐飲業都恢復了這個 二級防控要求 那堂食就要數碼 那群體性聚餐都停了 那其實現在有些要求 但是不需要太大恐慌的 那現在那個實際情況 也都加強了採購水產品和牛羊肉這些原材料 的來源進行這個自查 那要索完的工作做回好了 因為現在發現了有問題的就是三文魚的 切過三文魚的砧板 那究竟三文魚有沒有問題 我們之前都說過了 不知道但是有可能的 因為始終都是在近高法地區 來的 19高法地區來的東西 有風險是很正常的 那好了 現在當然有這樣的情況 當然有一份仆街報紙 基本上就不會有記者在內地的 但是他當然會亂寫的 那份報紙叫什麼報紙呢? 就叫做肥仔麗蘋果日報 又是他 又怎麼寫啊?肥仔麗 好像說寫得很誇張 他就說慌忙團賽 就是京城居民眾慌忙團賽 超市被搶光 沒有新貨補充 還說是不是低端人口的末日呢? 這樣說其實他們說得明了 就是低端人口末日 那就是很坦白地說 你只要在北京住那段時間 你就應該有些apps 就在他們那些超市裡買東西的 那我剛才就錄了幾東西 那現在買得最熱的一種菜品 就叫做公港粟米 是公香港的粟米 為什麼會貼呢? 便宜 乾淨 便宜 我以為是乾淨 其實為什麼公港是一個 就是銷售一個蔬菜的賣點呢? 其實就是因為公港蔬菜 其實就是那個水準 理論上就是高一些的 那當然啦 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哇搞錯香港 澳門都吃特別的公港蔬菜 那樣 其實就是這個情況 這些是一些歷史的原因來的 而且就是香港那個 就是對那個要求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 那我多說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就是不要因為這些東西 就是仇恨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內地的網 這些東西呢 就是本來呢 存在就不正常的 但是呢 發展的速度和程度 的時間有落差 就造成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東西 就不需要受恨的 其實內地那個食品安全已經逐步做好了 那當然你說是不是完美 那當然是未必啦 那但是逐步做好的 那但是呢 因為其實年紀 就是上了年紀 就像我們這些人 就是我們 我自己有些朋友 那他們會覺得公港蔬菜是好一些的 他們會買公港的蔬菜 就是標明是公港蔬菜 實際上是不是公港沒有人知道 但是標準是會高一些還是怎樣 理論上呢 的差別就不大的 因為都是要求沒有農藥殘留的 現在 理論上現在是沒有差的 但是呢 實際上那些人的感覺 都是覺得公港是好一些的 譬如舉個例子 就是一地兩檢 之前高鐵站 為什麼那些飯盒要在香港採購 不在內地採購呢 其實當中是有一個原因的 當然在內地採購 首歡迎一些 是不是有個公港 是也是 本身 就是公港 其實它 就是這樣說 你那個高鐵站 其實它每天第一班車 可以把飯盒都運下來 是不是 理論上是可以的 然後 之後 那些垃圾就在香港採購 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其實可以在內地搞 就是扮那個 煽食的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決定 一定要在香港搞呢 其實就是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 就是有些領導就認為 就是公港的東西是好一點的 所以呢 就是怎麼說呢 叫那些內地的人員 來香港做事已經辛苦了 那就盡量照顧他們的飲食 是這樣的 OK 那他們當時那個說的說法就是 香港的東西會好一點 這個剛才你說得對 雖然其實現在沒有什麼差別的了 他們認為公港是特工的 而公港的菜場是和內地買菜的菜場是不一樣的 這些是歷史為來的問題 但是現在的標準應該差不多了 就是我自己認為 那 你說沒有東西買 我就絕對不同意了 就是其實現在我隨便按都可以的 就是每日鮮油菜 一元 這個賣光了 這個賣光了 賣光了 會說出來的 所以 白菜 不會假裝有的 不會有的 毛豆也有的 蒜頭有很多 紅薯也有很多 山藥也有 4.9人民幣 那當然其他東西就不太貴 就是那個 紅薯 那一公間 那大概就 6.9 那蒜頭 那400克 不用錢的 他不知道怎麼送的 這個本來就4元 現在是1元都不用 0元 就是我在用這個軟件 那他現在當然有些加工菜 就是譬如 那些筍片 筍片會貴一些 但是不是沒有菜吃 就是那些人說沒有菜吃 就是我覺得是 是烏滅的 是烏滅的 就是 就是 超市沒有貨 也都不是 因為現在其實 我和我們 那些北京的朋友有聊過 其實他們怎麼買菜 很簡單 在手機按完 按完送來家的 那當然你說低端人口末日 那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北京人呢 有些人很喜歡去那些農牧市場買菜的 因為便宜一些 那些人很喜歡去那些 那些人很喜歡去那些 新法地 是主要的農牧市場 但是不是唯一一個 就是 住南邊的人 通常是住南邊的人才會去的 那如果你住 就是 其實我認識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住在北邊的 就是 如果你用長安大街來做一條線的話 那他都是住在長安大街的北邊的 很多人都是 那 他們就不會去新法地 因為其實 南邊呢 就是 你說低端人口住 其實不是 就是 有些人 現在肯定不是 現在不是 以前就是 但是他們說的是 十年前的事情 是啊 可以這麼說 還有 就是 很多東西都有得買 沒問題 香菇 全部都可以賣 大蔥 那些蒜苗 蘿蔔 西蘭花 那些 就是 或者那些 他們叫聖女果 聖女果不用錢 也是送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我現在用的這個APP 就是聖女果都送了 送450元 聖女果就是蕃茄仔 蕃茄仔 就是他們叫聖女果 那很多東西 很便宜的 那當然你說 哎 你們馬上覺得便宜了 那 但是 就是 但是你實際上 都不是貴 以內地人的標準 來看 那肉就貴一些的 我也要承認 肉就是貴一些的 但是肉一向都貴的 內地 就是肉 但是蛋就很便宜 就是蛋又是 又是很便宜的 現在 基本上14元有30隻 那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其實還有 巴沙魚片 就是這個越南來的 就是現在其實 內地人吃東西 很多都是出進口的 那巴沙魚片也是很便宜的 500克是7元人民幣 你是沒得便宜過這個數 就是這些是很便宜的 就算連龍蝦尾都很便宜 就是我認為 500克都是28.88元人民幣 所以你說 那些人在造謠 是完全講事實 還有 它賣完的東西 我是可以看到的 剛才我也說 剛才有些東西我買完了 賣不了 剛才我說的 那大家是看得到的 就是你賣不買 我在北京的時候經常去的 其實他們的貨很齊 還有另外一間 叫做 忘記了什麼 嚇龍 我也忘記了什麼 天嚇龍 天嚇龍 是的 那 他們都是 那些貨都沒有缺的 據我的了解 不過當然了 現在有些人是不是都要說 現在已經缺貨了 糟糕了 中國快要死了 哈哈 像樣的 那 我自己就不明白 為什麼會傳這些謠言出來 那 其實 他們這樣傳 北京不會 因為人家亂傳 就是亂的 因為北京其實管得很好 那些事情很有條理 始終都是首都 你的力量比其他的二三線大很多 嗯 你說沒有新貨補充 這些也是騙人的 因為現在那個物流很厲害的 沒有停的 其實就算疫情最厲害的時候 那個物流都沒有停的 那怎麼會沒有新貨呢 但是你說低端人口末日 其實 就是最慘的 低端人口 在北京就是撿破爛的人 但是呢 他們在北京撿破爛已經比 在中國其他地區撿過很多 就是那時候我認識一個 在山西過去 拿 拿滴滴的人 那他跟我聊天 哎 你去 就是 怎麼說我去找食 當然是來北京的大城市 好 你 就算是撿這些膠樽的人 都是在北京撿得好 因為北京 周圍都是垃圾 是不是呢 如果你在山西撿 山西不知道哪裡 我忘記是哪個城市 那些鄉下地方 扔個膠樽出來 可能一個膠樽扔出來 有五六個人想撿的 那可能北京就是 喂 可以撿到五六個膠樽 這樣的情況 但是當然了 疫情是有影響的 因為實際上 那些人的消費是少了 那你在街上撿破爛 本身已經難了 如果你低端人口 就有所謂的 其實據我的了解 就是這次疫情 就令到很多人 根本就回到原居地 根本就沒有再留在北京了 有一部分的人 因為始終都是 有些在外省工作的人 突然間就沒有了份工 我們全國很多這些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的份工 又或者停職又停生 沒有公開 那去哪裡呢 當然是回鄉下的 因為北京貴 不用交租先 是啊 還有內地人有個特點 就是他回鄉下 是一定有一間屋的 就是回他自己的鄉下 你願不願意 再差也有地方住 是啊 再差也有地方住 而且要吃飽飯是不難的 就是這樣說 但是當然了 現在有部分人 對內地很不了解 不斷造謠 其實《蘋果日報》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 沒有記者上得到內地了 就在那裡亂撞 你不要說上北京 他去深圳都去不了 現在這樣說 是嗎 好像連澳門都去不了 哈哈 有沒有記錯的 你說給別人知道 你是《蘋果日報》的記者 那你可能立刻被抓住 抓你走的了 就算要上去 你只能夠《蘋果日報》 根本進都進不了 是啊 不過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這樣說 現在香港 他們有些媒體很沒有良心 他們不斷作些謊話出來 就是污衊內地的管治 內地的治理其實 就是這樣說 城市治理 我告訴大家 北京不會比香港差 我可以很肯定地和大家說 北京的城市治理一定比香港 有很多情況上 就是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其實 其實在很多 就是街道區 就是他們叫街道 其實好像區議會那樣 他們那個使用是比香港好 香港其實是落後了 而不自知 而不自知 有很多人還在那裡 自我感覺良好 那麼 還有那個 北京它對那個疫情的管控 其實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 就是它用短訊叫你 叫你去 這裡去那裡 你看香港政府 我自己都有香港電話號碼的 我一定收到短訊 如果要收一定收到的 但是我是自從這個疫情開始到現在 我一個香港特區政府的短訊都沒有收過 但是 就是我這個北京的電話號碼 就是整天收到 就是內地那個疫情的通報的消息 是不一樣的 就是 其實不要覺得就是內地落後 這個並不是這樣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還有就是 就是 內地其實它有很多事情 它會告訴你 其實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比如5月10號那個例子 5月17號的時候 其實 香港的人也不知道搞什麼 但是 內地其實是 有一件事叫做全國助殘日的 是第30次的了 今年 助力脫貧 決勝小康 叫我們全部人去 攜手關心幫助殘疾人 這個是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發出來的 其實很正面的 很正面的 其實內地 如果你在內地 就是住了一段時間 你會知道內地 不是那些 就是某些人說得那麼恐怖 也都不是那些媒體 說得那麼恐怖 是的 就是你說 那時候 他們要回來的 其實那時候也解釋過 有人還要把我們 那時候我們說 其實又不是幫內地辯護 而是 低端人口 其實最早的問題就是 它租的那些地方 是不合規格的 火警 是的 火災 是的 他們是長期 即是那時候是長期 沒有去怎樣 好好地規劃 而造成 越來越多人在那裡 你又建一棟 我又建一間 建一建一建 建一建很大規模 那規模 那規模帶到去怎樣呢 帶到裡面有工廠 有商店 寫字樓 就是全套配套 整個城市被它建了出來 是的 這些叫做生產 它有個特別的名稱 不過我忘了特別的名稱 但是生產和居住 在同一個地方的話 其實風險是很高的 它是有 全國都有計劃取締 這些這樣的地方 其實 而且有件事很搞笑 是他們本地人是舉腳贊成 一樣危險 但是就是 其他地方的人說 你這樣搞它 很慘 人家個個都覺得不對 不是 本地人是贊成 個個都贊成 因為 他們覺得始終是安全隱患來的 還有以前有很多人租地下室的 其實這個本身也是很不衛生的一件事 就是租地下室 其實在北方 就是不只是北京 有很多地方都是有租地下室的狀態 就算去到韓國都有這個狀態出現 是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 就是這樣 是啊 北京其實已經取締了這件事 其實那個 驅趕低端人口的時候 其實是同一時間在做這些 其實是必須做的事情 本身那些地下室 根本就不是用來住人的 那你有什麼理由給人去住呢 其實 所以 其實我自己知道 紐約都有很多人租地下室的 或者半地下室的 其實 理論上是不應該 那些地方是不應該住的 就是你不要覺得美國人做這件事 就覺得這件事是正常的 有些人是覺得 美國人都是這樣 那怎麼辦呢 正常 其實 美國有些人慘得住 水渠也有 好像忍謝龜那樣 是啊 真的 我不是笑他們 就是這樣說 其實政府做這些事 根本本來是好事 但是你都要強行報道它是壞事 那你在香港 有些人不知道訂的 或者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就覺得內地很差 就是不關顧低端人口 其實所謂的低端人口 其實他在老家 都是有一個居住的地方 很多時候去北京那些地方 大城市是找機會的 和香港那些 基層的人面對的苦況是兩回事 不同的 大家面對的問題 有什麼事情 做不住的 就發揮一下 最後都有一個back up在那裡 他們就不是說 就是無路可退 好了 這次時間都差不多了 是吧 是 好 拜拜 拜拜